台美以及中国大陆之间的角力进行 我们来看一下在国会 可以发挥什么样的力量 第一届的台美日国会议员战略论坛 刚刚结束 游锡坤率朝委立委参加 美国是参众两院的重量级的议员都有出席 日本是前首相安倍纪三与会 所以包括了层级跟政治含义都不低 我们现场就两位当过立法委员 先请教一下郭委员好了 你认为这个 虽然是国会层级 但对于他们各自的政府 行诉政策的时候 像这样的一个国会之间的交流 他的影响力有多大 安倍当然比较大 因为安倍他是国会最大派 细田派的老大 而且目前菅义伟事实上 也是细田派跟马申派联合支持的 所以他相当于隐无者 他事实上足以影响菅义伟的外交政策 尤锡坤当然跟他的分量不能比 因为他在民进场也算是一个比较小的派系 所以主要还是安倍 因为他有讲说明年 不是明年 他接下来想要来参加李登辉一周年的追思会 他本来7月30号要来 有听到陈永峰教授在讲 后来可能是因为奥运还有疫情的关系 但是他确定不来了吗 外交部有可能 就是在奥运结束之后还是有可能 他来的话你觉得实质的意义是什么 因为他认为李登辉是他的精神导师 这个意义上当然台日合作也有象征意义 因为他在日本政界还是很有影响力 那当然我认为他应该不至于去跟菅义伟 在做新一波的竞争 可是还是他背后最强有力的支持者 其实我每次跟倩姐或国委员同台这样聊 I have a dream 如果我们现在的国务员他们两个还在服务的话 效率会高很多 水准会立马拉上来 因为我们来看的是 上一次我们节目当中的后半段聊了一小段 但是很快就因为时间关系结束 我们今天再聊一下 就是习近平上任之后 第一次到西藏去出访这件事 那比较新的一个讯息出来是 拉萨的海关公布了最新的数字 上半年在新疆的自治区 外贸就是进出口的总值 是达到了19.84亿人民币 它的成长率 在整个全中国大陆的省份来讲 它的成长率是最高的 用于单看省份来看的话 我们知道新疆是太阳能产业 但现在西藏对外的贸易也不断地在攀升 所以以前我们在讲到藏跟江的时候 都想到的是维稳 边境 但其实现在在经济利益上这两块 其实在治理面上面 也会去改变它未来的一个思维吗 倩姐你的观察 就是以前我们比较注意的是 他们的政治分离的那些剧烈的行动 可是相对的中国大陆很多人认为 他们是用压制的方式 我觉得另外有一个思维 大家要仔细地观察是 它去解决它中间的低度发展跟贫穷问题 所以说如果你从西藏跟新疆 我们刚查了一下最新的数字 2020年西藏的就是总产值是 1902亿人民币 新疆是一兆3800亿人民币 西藏跟1951年比起来 成长了320倍 哇 而且我们不要讲那么久 我们就是跟5年前 2015年那时候比起来 也是翻倍的 西藏是从1026亿 翻到1902亿 就是几乎翻倍 然后新疆是从9300多亿 增加了40 50% 到了1兆3800亿 这个就是十三五计划中间 他们两个都有一个非常大的国家支撑 过去中国大陆先是做了财政支撑 就是我免你当地的所有的税付 然后你当地的所有的财政 就是政府要花的钱 由中央去补贴 所以让它能够有一个基本的 可以运作的政治环境 那到了十三五的时候 就增加了两边都有特别增加 国家的资源投资 就直接投资你的部分 那从财政支撑到投资 最后你会看到的 就是我刚刚念的那个数字呢 最后看到的其实是产业结构的改变 从原来只是一产 就是农业 农续 到了二产 就慢慢有一些工业开始产生 然后再来就三产 两边的三产主要就是 从手工艺跟旅客 游客 所以在2019年的数字都非常非常亮眼 2020年有疫情当然就比较差一点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当地你看到的 应该是你整体环境的改变 从以前就是很简单的榆木 那个农耕慢慢的开始有一些 那个就是生产以后 比较高阶的高附加价值的工业生产也加入了 比较高阶的服务业 就是尤其是以旅游为核心的 也加入了以后 人民的生活方式已经改变了 所以这就从以前我们 从什么汉朝开始 在这些地方都是屯田 去做这个续兵屯田 你的屯田的目的是要让你的军队可以活 那个时候的那种最粗放的经济已经不一样 那因此你要把它拉到这个 一带一路的大格局里面去看 就是整个从西部大开发的计划 一直到13.5的 让他们这个地方脱贫的这些计划 都会建立一个比较强而有力的 本地的生活方式 然后这个西藏跟新疆就可以连接到 我们最近常常看到的 北方就连接到了阿富汗 跟前勒罗斯那些国家 中间就连接到了巴基斯坦 然后最后再去处理 南部跟印度的问题 所以他们原来的那些关键的位置 就是大世界岛的核心的位置 又可以恢复 那他自己本身如果没有这些产业 他就好像竹篮子一样 你过路的这些财 他都留不下来 当你去建了一个又一个的花盆了以后 这些过路的财 他就可以留得下来了 所以我觉得大家去看的 当然他有僵独有藏独有 这些分离主义 他们认为就他们的 基本信仰上面 他要来对抗 可是中国大陆所处理的是 我要让你发展起来 我要让你的经济生活可以变好 然后将来如果这个一带一路的大格局中间 你会有你的枢纽地位 那这个对新疆跟西藏来讲 是不是另外一种不同于政治对抗的选择 那我相信这就是他们目前所做的最主要的工作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习近平要去西藏 这就像是边坡你给他做的直批之后 就有蓄水能力了 就不会造成崩塌那么容易 你刚刚提到的他的地理位置信 也连接到阿富汗那一块 其实在这个中美的天津会谈之后 王毅人就在天津 然后就立刻见了塔利班的领导人 这一部分请教大师 因为王毅的说话内容包括了 他是肯定神学 就是阿富汗举足轻重的军事跟政治的力量 不过他话也讲得蛮直接的 就是东伊运 就是东突厥伊斯兰运动 是被联合国认为 归类为恐怖组织活动的 所以王毅就直接希望 像塔利班里面这领导人 就应该要跟刚刚讲到东伊运 做彻底的界限划清 要不然这对中国大陆来讲 也是一个威胁 你来看这是北京比较少见 去跟联外 然后要稳内政的一个做法 你的看法 对这个其实是一个大动作 因为事实上的话 现在这个塔利班 他并不是现在的政府 他就是说从事实上看 就是说塔利班应该是一个 一个要推翻县政府的一个力量 那可以说是反政府 因为阿富汗现在政府 首都是现在有阿富汗 美国扶持的政府 对外看起来合法性应该大一点 那可是呢就是说大陆会直接跟塔利班接触 就足以反映大陆对阿富汗局势的重视 跟忧心 那么希望能够做一些积极的 这种所谓的前瞻性的部署 那对于阿富汗将来的发展 那么有一些发挥一些影响力 而且这个想要发挥影响力这个企图 是有一点让大家意外 就是说做这么大的动作 而且塔利班去的层级也很高 虽然塔利班也说跟大陆的这个交往 跟互动一直是非常好的 可是你要把它放到台面上来的话 这个在我们来看的话 是一个蛮大的动作 放到台面上这么大的动作 你觉得是在宣誓意味上面 是要给美国看 还是说更实质的让 未来可能主导阿富汗局势的塔利班 跟北京有更紧密的脸线 我觉得这里面一定有 这个阿富汗内部情势的一个评估 也就是说现在可能大陆已经认为 这个塔利班他扮演主导角色的 这个角色地位已经很确定了 虽然他没有说在你的这个 现在阿富汗政府跟塔利班之间 采取一个这个选边的 他整个的说法是希望 你们进行合体谈判 或是阿仁这个作主 阿仁所有 就是你们自己来谈 他是用这个方式 希望维持和平 虽然这是不容易的 可是现在可以看起来 你会做这个动作 已经在事实上 你可能已经承认了 塔利班在阿富汗这个情势里面 扮演的举足轻重的角色 那这是一个前瞻 就是说一种超前性的部署 不过他大陆上其实最担心的 还是他对新疆的影响 而且是去对新疆的分离主义 这些所谓的这种 这种联合国认可的恐怖组织 也就是东伊运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这样做 那不过我觉得这对大陆来讲 也不是第一次 因为当时俄罗斯瓦解以后 大陆主动这个出来 组织的上合组织 也当时也可以显示出来 对中国西部 西半部边疆 这个后门 你这种安全的动力